我的爸爸妈妈教育我们姐弟四个人 就是很好的善待周边的每一个人 因为那时候的人不是有很高的文化 但是他教育我们 培养我们我们几个人 就是比较本分 黎大姐从小到大都紧急父母对自己的教导 而黎大姐自己也将四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我有四句话 我说就是长在脸上的自信 融在血液里的善良 刻在骨子里的勇气 挺在生命中的坚强 我就是我这个女人吧 就比较就是工作呀家庭啊 就是说老公活着的时候 我都是真的无怨无悔地做好每一个工作 而在工作和生活中 李大姐也用这四条标准约束着自己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咱们基地上医疗器械的 但是每次 还是干部吗 就算吧 就是说在办公室也好怎么也好 每天早晨我走的都是很早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搬车 坐着这个公交啊 很早的就到美环 等到同志们都到的时候 我的办公室和外边的那个办公的场地 我已经反正几乎是甜甜的 都收拾干净的 好那以后您不觉得吃亏咋的吗 我不觉得吃亏 吃亏就是一种魔力 就是一个家儿我从来不要 那一个家儿你们愿意谁要谁要 就是在我工作的工程当中 我把福利啊给同志们搞回来啊 你们愿意挑大的愿意挑小的 最后你们把我那个 给我放到那就可以了 李大姐一辈子在工作上默默复苏 生活上也照顾着家里的每一个人 日子过得也还算不错 本以为这样的生活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却没想到自己的丈夫突然查出了癌症 我这个人反正也是比较好强 好强的人都没有好命啊 我工作也很优秀 因为我们路易负着两个儿都没有好 如果路易负责 我们让我们用这些帮助 我家主要在吗 我真的能浮动 这就把路易负责 我wasser还可以来 我只能拿出来 我这个路易负责 我说我就是 然后走 就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没有了